知道嗎?台灣人看到外國人 大多數會覺得我們是講英文的 好,my friend, you,你好 因為其實外國人不一定是講英文的 所以我開始拍片來告訴你 Atoa不一定都是英文老師,好不好? 真的嗎? 除非我被趕走 我應該不會離開台灣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術家庚的台灣Atoa 我本來對台灣也沒有太多的假設 沒有太多的想像 就覺得這個地方很有趣 有很多事情我不懂 我覺得最有趣是很多台灣人對台灣很陌生 因為台灣很安全是台灣人非常非常不清楚 安全或是危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很少會跟其他的地方做一個認真的比較 就會覺得沒有台灣很危險 好,為什麼很危險? 跟哪裡比較? 好,安抓啦 台灣不夠好,外國人會喜歡嗎? 你告訴我 如果你不喜歡自己的國家 不要怪老外,好不好? 台灣人不夠了解台灣有多好 我眼裡這個不是拍台灣人的馬屁 反正是想法是有一點生氣 覺得怎麼不會了解這邊有多好 而且除了安全之外 有很多很多方面 比如說方便 方便性 台灣人會覺得這些方便是理所當然 沒有人會想要因為外表而判斷你的身份 或是你是怎麼樣的人 沒有人喜歡這樣 難免的 因為台灣還是對外國人比較少的地方 大家都會有一種好奇啊 然後也會有帶來很多刻板影響 已經接受這件事 會覺得沒有關係 接受到我的YouTube頻道 就是你的第三個字 就是阿兜阿 所以有時候會開玩笑 有人問我啊你那裡人 我說我加上阿兜阿 就加上台灣阿兜阿 所以我覺得也是可以形容我的身份 或是有時候我說我是一個台電大樓人 因為我在這邊很久 你覺得身上最有台灣味最台的地方 就是靠北 我比較台灣人嗎 或是其他人比較台灣 我覺得也沒有 但是我事實上在某一個程度 我也是認為我自己也是這邊的人 因為我也是會想要在這邊過一輩子 那想對台灣人說的話 不要靠北啦